另外,雷克萨斯新车于19日在洛杉矶车展前举办盛大展览会,吸引了众多车迷前来观赏场面热烈。 雷克萨斯这次推出了LC500敞篷跑车。新车采用了折叠软顶式设计。 新的折叠软顶采用了雷克萨斯最新研发的纤维材料。 这种特殊材料内部拥有四层纤维。新车的折叠软顶机构可以在31英里以下的时速操作。 开启时间约15秒,关闭时间约16秒。LC敞篷版量产车型的动力总成与硬顶版本一致。 5.0升V8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477马力,匹配时速自动变速箱。 另外,雷克萨斯还发布了首款纯电动概念车LF30,电池容量达到110千瓦每小时。 续航里程达到500公里,100公里加速时间3.8秒,贯穿前后的透明车顶及车窗。 超大容积的座舱,完全突破了SUV、轿车或是MPV等现有车型。 驾驶位配备12.3寸液晶触控中控屏,方向盘可以向前收缩。 该车搭载了轮毂电机,线控转向,车身姿态控制,无线充电等等多项黑科技。 轮毂电机技术是LF30搭载的核心技术之一。 现场民众使用iPad对照车身后,马上显示各种技术性能。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。